欢迎使用数字质检登录菜单进行检验。 在这里,我们必须输入我们的登录凭据并单击登录。 登录后,用于检查的数字QC菜单即可使用。 在右上角有两个按钮刷新数据和加载数据。 每次开始新的一天检查时,您都必须点击刷新数据。 刷新数据将使用ERP新输入的数据更新Digital QC应用程序。 检查日的准备工作 在互联网连接正常的办公室中加载所有检查。 上传检查后,一旦检查加载到仪表板,就不需要互联网连接。 选择客户、供应商、采购编号和款式编号和类别,然后单击加载数据。 如视频所示,检查,将准备好进行。 当您到达工厂时,您可以开始输入数据和图片进行检查。 再返回或第二天再连接正常的办公室单击上传。 您所做的所有检查都将上传到系统中,并准备生成PDF报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屏幕2 检查数据加载数据后,您可以看到创建选项卡将出现在您的检查标题前面。 单击创建,它将带您进入下一个屏幕。 样式详细信息将从我们的集成系统中提取,您必须输入检查详细信息。 如视频所示,QC 要求的字段是样本大小,包装百分比,否如果最终检验。 AQL 2.5 批次,金属检测,总 CTN 检查的总 CTN 允许的关键,主要,次要,选择检验日期,工厂人员和检验类型。 您必须单击保存并单击然后单击下一步。 这会保存您的数据并将您带到屏幕3。 在此屏幕中,只需拖动到您的缺陷代码并输入值及其描述,如视频所示。 单击保存,然后单击下一步,这将带您进入屏幕4。 屏幕4测量和评论输入测量值和注视。 选择保存,然后单击下一步。 如果您认为必须编辑前一屏幕中的任何文件,您可以选择返回。 单击下一步将带您进入屏幕5。屏幕5上传图像在此屏幕中,您可以按标题上传所有图像。 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上传图片,一从相机,二从画廊。 在每个标题上,您可以看到一个按钮名称排序。 此按钮用于对图片的顺序进行排序。 在每张图片中,您可以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描述,如视频所示。 如果您能找到所需的描述,您可以手动输入。 选择检查结果并单击保存。 检查结束。 在操作下的检查中,您可以看到上传。 通过单击整个检查将上传到服务器。 一旦您到达最佳互联网区域,请单击该按钮,或者离开它直到您返回办公室。 您可以在检查期间或上传后随时编辑检查。 如果您在上传后对其进行编辑,则必须再次单击上传按钮以保存更改, 否则将不会保存更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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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